害怕被杀 牛儿发出惊恐叫声 非洲莫三彼克 当地人遇到所有困难 习惯寻求 无视协助 先生外遇 太太苦不堪言 本土志工的真实故事 伴上舞台 求助无门 去找巫师 但是到最后是慈祭之公带来的感恩尊重爱 付出无所求 遵守实戒 让他们去改善了整个家庭关系 人生苦难多 因为战乱 蒂拉十四岁 失去双亲 婚后先生早逝 度过好长一段悲苦岁月 看着过去的照片 现在面相更柔和 而他的女儿也成为此亲 81岁的阿曼多在社区广招人间菩萨 社区四十多位志工 照顾三百多户照顾户 一个人发心可以让三百多苦难人 得到的帮助 这就是为什么一直要 要求大家发挥爱心 非洲星巴威 次季物资发放 八月选举过后 民生动荡不安 志工不忍 有很多孩子饿死 这次用另外种方法 所以好像有点心 现在就开始每个礼拜一到礼拜六 每天都会 淳朴 善良 即使当地生活贫困 付出信念坚定 这是我们的五毛钱 我们要把这样的精神代代相传 捐竹筒 援助印尼强政 像年伯格说 用这做点 可爱的本土志工 还展现自己用回收物 录影带铝箔纸 做成的帽子包包 模样鸡精 演绎情形送 道性坚定 要继续就这样的精进 大型黄子凌旺光辉 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见